肺癌正因为它早期有的时候症状比较隐匿 甚至呢 也许它的部位比较深在 原发的肿瘤比较小 甚至都可以没有症状 那我们常见的跟肺癌相关的 最直接的有一些咳嗽 尤其是那种刺激性的肝咳 没有什么痰 老是觉得好像这个嗓子 甚至是这个气管部 有点刺激性的发痒 然后一咳就咳一阵 但是也没有什么痰 那么这是一个表现 其他的呢 像有这个胸痛 那么有的时候会在固定的位置 甚至在胸鞋一侧的这种胸鞋部 表现为这种经常 或者是时段时序的这种疼痛 也可能是有关系 那当然后期也可能会有卡血 甚至是其他感染相关的一些症状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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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我们下期再见 我放下了一遍 有点好 我们下期再见 是不是有点好